- 已經即將要推出電動車了 可是他們的社長 卻針對電動車這件事情 有一些嚴肅的發表 他認為全球在推電動車是一個陰謀 我們的熱血豐田張南社長 為什麼會這樣說芝希 沒錯 其實豐田張南除了他是一個性能迷之外 打造gasmasing的部門 其實跟品牌的形象有蠻大的突破之外 其實他對於有些議題他也蠻敢說的 他近期就說他覺得 全球的一些某些客廳人物的操作 讓電動車這樣子這麼樣的火熱 其實不是一個健康的態勢 首先他提出的點 我相信大家會覺得比較有意見 就是說如果現在一窩蜂的 要投入到電動車的產業的話 第一個這個腳步的時程來的太早了 很多的產業其實還不夠的成熟 而且像Toyota這種傳統的車廠 他在面對轉型 還有他的產品做全新的規劃 新的平台新的動力來說 會有非常大的經濟上的負擔 當然不只是一個品牌 這是整個產業的問題 包含你看光豐田集團的旗下 除了車子的品牌之外 其實有非常多的零配件的供應商 這些東西全部都會跟電動車 會跟以往的燃油車完全的不同 很多料金根本都用不到 這個對產業的衝擊 甚至全球的經濟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當然他的出發點 還是主要來自於 日本的一個用車環境 嚴格說起來應該是用電環境 我們知道到了夏季是用電的高峰 現在可能冷氣開太多 會電費很貴 就是用什麼電熱水器等等 以後你電動車充電 到了夏季都會變得非常的貴 為什麼 因為其實日本跟台灣一樣 主要的電力的來源都是煤炭跟天然氣 所以美是常常在各國 不只是台灣 炒這種議題 電動車的議題炒到最後 都會牽扯到核能 我們電動車的電量需求這麼的大 是不是一定要能發電來支持 當然TOYOTA集團做這樣的事情 無疑是一個他們自己品牌的吶喊 因為其實說真的 各國的時程非常的快 以北歐的挪威來說 2025年 再幾分鐘後就要2021了 再四年就要禁售新推出的燃油車了 而且美國加州已經在 大概兩三年間就已經要全部都停了 以歐洲的汽車工業強國 德國2030年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快 那豐田集團其實他們是希望 以這種 如果你要以減碳作為主要的出發點的話 他們的油電 Hybrid車型 理論上應該還可以再撐 10年左右的一個販售週期 那我知道有非常多的鄉民 就是鍵盤專家會覺得 聽到TOYOTA說這番話 覺得非常的不以為然 你就是傳統守舊不知變通 去沒有辦法去抗衡TESLA 賓士這些新型態的車廠的轉型 但是我覺得大家可以思考 它其中對於能源這一塊 而不單是產業或是車款 能源這一塊它的細思 其實是非常有道理 不管社長怎麼說 反正現在接下來電動車 的確是會陸陸續續跟大家見面 而且有很多新的選擇 我們在買車的時候 如果選擇說我現在動力的來源要電 還是說傳統的燃油之外 更重要的是 車色很重要 車色竟然會影響到你的肇事率 那這有這麼嚴重嗎 是我們看到這邊這個大秉圖 就是說這個車色事故率最高 那我們等一下來跟大家講講 這個資料是怎麼來的 因為這個資料其實是 中央警察大學的一位教授 帶著一位研究生 針對哪裡呢 針對我們台灣的一個交通事故的 發生次數做的分析 跟車色的分析 那麼資料的樣本是在106年以及105年 在台北市所發生的交通事故 之後再把車色逐一列出來 那當然他這一份研究報告指出 也就是說黑色系叫做暗色系 發生事故的機率 比起亮色系偏於白色系的車輛 發生事故的機率要來的高 不過我在這邊先打個問號 因為你看到這裡有黃色 黑色白色銀色灰色 他把黑色分到暗色系 白色分到亮色系 那銀色算什麼色系 那灰色我們知道現在灰色有 應該也是暗色系 有淺灰有深灰好多灰 是不是 消光灰 其他像這個深藍色 藻紅色 墨綠色 現在好多 你到底算亮色系 因為他105年研究的時候 沒有這麼多的顏色 所以OK 所以我覺得用定義為說 暗色系比這個亮色系 發生事故的機率 會比較高這一點 這個應該不需要特別去強調 但是黃色很亮啊 等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個暗色系 比亮色系 發生事故的機率比較高 這應該算是常識了 因為畢竟 我們自己在開車的時候知道 晚上開車 你看到一部白車在你前面 還一部黑車在你前面 誰比較容易被發現 當然是白車 所以事故上的 比較不容易看到的車輛 就比較容易發生事故問題 其實我覺得也還好 因為車子都有燈 對不對 而且現在尾燈都很明顯 尾燈都好亮啊 如果你看不見它 可能是你自己沒有開燈 對 是不是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它把這所有的顏色 細分出來之後呢 發現黃色啊 有23%是造勢率最高的 那當然這個跟台灣市場上面 黃色是什麼 小黃嘛 你知道小黃在台北市 最多的小黃的地方就是台北市 OK 那小黃平均一年要開20萬公里 冠儀你一年開幾公里 2萬公里了不起 而且他8個小時都在外面跑 我告訴你 小黃的行駛距離 是你的10倍以外 還有小黃還有那種 我們兩個人公公買一台小黃 我開上午12個小時 你開下午12個小時 所以這車很可能是24小時在路上跑 當然啊 用的零零盡是這樣 它曝露在我們台北市這個鋼鐵叢林裡面 發生造勢的機率就比較多 再加上什麼 小黃是怎樣 開車大家找客人啊 就搶客 就沒看到頭前啊 頭前動的時候 如果小黃沒有AEB我就打下去了 是不是 而且如果在轉彎處 人家招手藍車 所以它是不是要靠邊 靠邊的時候 它比較容易發生所謂 邊邊角角的一些碰撞 比較容易發生一些 邊邊角角的碰撞 那麼再來就是黑色 佔有20%的一個最容易出事 再來是白色 其實現在大家買車主流行業 就黑色白是兩個顏色 所以這意思就表示它市佔率高 這些顏色應該這樣說 所以當這份資料統計 大家可以去做參考 因為為什麼 你知道這個市佔率高的車 容易發生交通意外事故 還有什麼 表示這個顏色你可以就 不是不要買黑色 你反而要買黑色或是買白色 因為市場接受度高的狀況之下 表示怎樣 保值 對 從一個統計資料報告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 非常多不同的觀察重點 當然也非常感謝中央檢查大學 這位教授跟研究生做的報告 另外其中在這份報告之中 還指出了一項重點 重點 來 我們常常看到網路上有一些 調侃女性司機的一些這種影片 就是說開車開開的 頭身那個一定是女司機啦 結果人家的調查事故報告說明了什麼 男生啊發生造勢的機率其實比女生還要高 而且是大得多 那當然他有沒有提供這個樣本 就是說目前在持有車輛駕照或者是 開實際開車上路的女性男性的比例到底有多少 我覺得這個還是有另外一個探討空間 因為如果有200萬個男司機在路上跑 發生事故的比例是20% 然後跟20萬的這個 只有1%的女性駕駛在路上跑 但是他發生這個造勢機率是16% 對 那可能是什麼樣的一個比例 我覺得這個還有很多解釋的空間 不過我覺得現在以新時代女性來說 我發覺現在女生開車越來越厲害了 我以為你要說越來越兇 沒有越來越厲害 真的沒錯大家都會進步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的是由台灣所做的調查 就是說在台灣的話 這些車色他的造勢率的比例是高的 那也因為他車口數比較多 所以造勢率相對來說也會比較高一些 但是在國外 大家知道國外最流行的車色是什麼 是不是會跟台灣不一樣呢 坤仁哥 好了 剛才艾戴有講車色的一個事故的造勢率 我覺得那或許可能爭議性會有一些爭議性 但是顏色呢 顏色我想應該沒有什麼聲音性 對 而且是全球接染 首先我們看一下 沒有意外白色是全球最受歡迎的 而且你看佔了38% 那第二名當然就是黑色 黑色再來就掉了一半19% 然後灰色銀色藍色一直到紅色 中色黃色綠色 好 那我們看 所以其實你看我們想想看 我們在街上看到的顏色 其實也差不多這樣 黑白灰銀 大概是這個居多嘛 那我們看一下白色38% 尤其以白色這個市占率來講 我們如果以地區性來講的話 亞洲很偏愛白色 亞洲很偏愛白色的市占 白色在亞洲的市占率大概有48% 將近一半 將近一半 在亞洲 在亞洲 亞洲人特別喜歡白色 特別喜歡白色 那白色當然它現在有很多白 有純白 珍珠白 有蕭光白 什麼白都有 珍珠白大概48% 裡面佔了大概11% 所以其實也還OK 好 那 歐洲呢 歐洲就比較喜歡黑色 黑色跟灰色 黑色跟灰色在歐洲的人 它佔了將近也大概46% 所以也是還蠻受歡迎的 那紅色呢 紅色是美洲北美地方 或是北美洲南美洲喜歡紅色的 欸 這個蠻特別的 對 所以其實這是跟我們的 我覺得民族性 民族性喜歡的顏色不太一樣 說北美很比較熱情 對 非常紅色的意思 對 好 那我們如果以 我們如果以趨勢來講 其實大指向趨勢來講 黑白兩色還是占大宗 對 這是遠遠 感覺在全球也是 對這是一個不變的定義 而且各車廠在白色黑色裡面 他們都一定會有這樣的一個顏色 推測出來 但是你看 我覺得以白色來講 我們剛才說珍珠 珍珠七有大概11% 珍珠七會有往上的一個趨勢 那當然其實以後白色 會有很多的一種不同變化 那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白出的白色 它有這樣的一個 那我們說黑灰色 黑灰色以後 以前是黑色占的比較高 灰色占的比較低 那現在灰色 也有慢慢往上升的一個比例 那大概 剛才我們有講過 其實灰色其實也有很多灰 那其實你看最近最近有新的顏色 就是水泥灰 對 消光灰 鋼鐵灰 對鋼鐵灰 所以很多 所以其實這種呢 其實在這種 就算黑色是占了一個主流 但是它在裡面的成分比 會慢慢有所變化 對 好那我們看你說 紅 我們剛才講說紅是一般 北美啊 或者是 美洲地區會比較受歡迎 但是你看最近亞洲 你看尤其是巴子的 它那魂洞紅 對不對 也很受消費者歡迎 所以我覺得這顏色的變化 真的是有一點不一樣 對 對 先去看看 按讚 按讚 對 我們 影片 下 兩 下 下 一 下